一边抱着小孩还要同时处理公事 这样的画面对很多妈妈来说再熟悉不过 因为疫情在家上班 同时还要兼顾家务 尤其小朋友也得在家线上上课的话 妈妈更是忙得团团转 全美超过两成 有十岁以下孩子的妈妈 一天要做超过五个小时的家事 工作生活难以兼顾的状况 压得妈妈喘不过气来 德勤重性调查十个国家超过五千位的女性 发现因为疫情在家工作 她们几乎分身乏数 高达53%的人感受到现在的压力 比去年还要大 蜡烛两头烧的工作状况 换来的却是付出跟收获 完全不成正比 同样是在家上班 男性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 远比女性要高得多 疫情状态不稳定的情况下 想要有弹性的选择在家 或是回办公室工作 都不是容易的事 高达94%的女性 担心提出弹性工作模式 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深迁 疫情期间 美国女性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6% 严重冲击到劳动力市场 就算是疫情趋缓的现在 美国女性工作的比例 还是难以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尤其近期因为通膨压力 幼儿托育费用增加 更让女性的职场参与度 再度往下掉 专家警告 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很多女性可能就此消失在职场上 对全球的经济都将造成冲击 幼儿托育问题和女性就业息息相关 政府应该带头鼓励民间企业 为女性创造更有弹性的工作模式 来创造劳资双赢的职场环境 TVBS新闻总部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